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最近ETH價格由高位開始回落 但對顯示卡的價錢沒有影響 想打機又不想炒價買卡 其實AMD還有APU系列給大家頂住 有看過我之前介紹Ryzen 4000系列的影片 都知道iGPU其實都勉強玩遊戲 但始終它跟Ryzen 3000系列一樣 都是用Zen 2架構 感覺不像是新U 而上個月AMD正式發佈了Zen 3架構的Ryzen 5000系列的APU 今次同樣都是針對OEM市場為主 何時在市場單賣都仍然是未知數 不過射速率先找來5600G和5700G 來跟大家做測試 做完自己的Ryzen 5 Pro 4600G 跟它們比較一下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先看看它們的詳細規格 今次Ryzen 5000系列APU CPU部分會用Zen 3架構 L3 cache容量會倍增 4核型號會增至8MHz 而6-8核型號會增至16MHz 至於測試會用的5700G和5600G 分別會是8核16線程和6核12線程 最高的boost clock分別去到4.6GHz和4.4GHz 時脈對比上代同型號就會高200MHz 而iGPU分別搭載Vega8和Vega7 如果是5600G對比4650G 規格會完全一樣 但5700G對比4750G的話 GPU時脈就會低於上代100MHz 而它們的功耗都會維持在TDP 65W 測試方面 我們可以先看看它們的CPU性能表現 在SIMBench R20的測試可以見到 5600G的多核成績為4058分 成績比4650G的3560分 高接近500分 百分比是13% 5700G的多核成績為5385分 成績比i711700PL65W 高1350分 百分比大約是30% 但仍然稍為落後於PL無所的i711700 至於單系的成績就會明顯見到 5600G和5700G的成績分別為556分和570分 成績對比4650G只有490分 增長不少 但由於L3Cache始終不同普通的5000系列那麼高 所以成績只貼近Intel 11代CPU的水平 之後我們就看看iGPU的效能 在3DMark的成績可以見到 5600G和4650G的分數其實相差很少 Fast Strike只是相差幾十分 而Time Spy就多一點有65分 由此可見CPU雖然快了 但對iGPU的效能影響不大 而5700G在兩項的測試錄得4073分和1647分 成績對比5600G大約會高6%和9% 至於與Intel的UHD750相比 3DMark的成績就差不多領先近一倍 遊戲方面小篇會測試Apex Legends Rainbow Six Siege GTA 5和LL 可以見到5600G和4650G 雖然搭載的Vager 7規格和時脈都一樣 但遊戲的表現就不是相同 其中Apex Legends和Rainbow Six Siege 同樣錄得50fps和83fps的水平 但GTA 5和LL 5600G就會比較高分 由此可見後者兩款遊戲 會因為CPU強了而提高遊戲的表現 至於5700G搭載的Vager 8規格會比較強 但實際在遊戲的表現 增幅不算很明顯 其中Apex Legends和Rainbow Six Siege 就會領先5600G12%和8% 但GTA 5和LL 就只是領先4%和1% 對整體遊戲的體驗來說 增幅不算有很大的幫助 至少Apex Legends都是無法達到平均60fps的水平 最後就比較i711700搭載的UHD750 幾乎所有遊戲測試 5700G都是錄得領先接近高一倍的表現 即使i711700解除Power Limit 5700G在APEX Legends以外的遊戲 仍然錄得53%至85%的領先幅度 所以如果想單靠iTPU打遊戲的話 AMD的APU目前仍然是最佳的選擇 不過遊戲測試還未完 因為小編還會試iGPU DDR4-3200和DDR4-3600的分別 DDR4-3600後 兩款APU的成績 都會有3-9%不等的表現增幅 如果用APU想有更加的遊戲表現 買RAM記得選擇DDR4-3600 設計要走雙通道和IF1-1 最後看Premiere Pro-Fidget Benchmark Plug-in的測試 成績可見到5600G錄得總分305分 表現比4650G高了接近15% 而5700G雖然核心數目和iGPU規格都會更厲害 但總分只錄得329分 比5600G高了7%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5600G和5700G配上Vager的iGPU 成績竟然可以超越有QuickSync加持的i71700配UHD750 而且還要解除了Power Limit的狀態 可以見到升級了SAN3架構和L3 Cas後 對於在剪片的用途 明顯比Ryzen 4000系列優勝 至於溫度和功耗 雖然小編都不知道賣家時會跟哪款散熱器 所以會用4650G都會跟的原裝Rough Step來測試 在AIDA64 CPU stress測試 5600G負載溫度為68度和功耗78W 對比4650G的溫度會高3度和功耗多7W 而5700G負載溫度為74度和功耗82W 換成FPU stress測試 5600G負載溫度為87度和功耗108W 對比4650G的溫度是一樣 但功耗會多2W 不過比較奇怪的是 5700G的數值都是偏低 負載溫度只有80度 而功耗也只有110W 估計問題可能和早期的BIOS版本有關 至於GPU和IGPU的負載最高功耗 就會用AIDA64的FPU stress加上Firmart來測試 結果5600G會錄得145W 相比4650G會高10W 但5700G只有150W 比例上好像不太準確 但由此會見到5600G最高負載環境 會用電多於4650G 今次測試的5600G和5700G兩款Ryzen 5000系列的APU CPU效能的確比上代Ryzen 4000系列增長不少 甚至比有Power Limit的同級Intel 11代CPU優勝 但可惜是焦點IGPU部分其實是沒有升級過 如果心想用來打機捱過礦卡潮的話 Ryzen 5000系列和4000系列其實的分別不大 所以用Ryzen 4000系列的包括蛇叔我都不會考慮升級 除了因為IGPU之外 另一個原因是Ryzen 5G系列雖然效能強弱 但功耗亦相對提升了少少 這一點對組裝Mini PC的難度都會增加 不過說到底都是看看實際賣家多少錢 才知道是否值得入手 對組裝Mini PC的部分 有時候看到屏幕自律角的方向